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饭桌上的神学院 这是我们饭桌上的神学院的第二次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实际上是我们第一门课 叫公共神学课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一个神学院呢 为什么要开饭桌上的神学院呢 因为饭桌上啊实在是我们可以聊天交流资讯 甚至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是特别的正规 但是也不是特别传统的饭桌上呢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档节目 叫饭桌上的神学院 那给我们上课的呢是陈牧师 他带给我们的课程是公共神学这一门课 那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 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 很高兴在空中能够对话 嗯 很高兴陈牧师 就是驾临到我们的饭桌上 饭桌上经常请客啊 我们可以请到这个陈牧师我们也很开心 因为好像寻常百姓人家啊 饭桌真的是一个玩热闹的地方 可以请有意思的人 也可以请我们的亲人朋友都可以请来 那我相信陈牧师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饭桌上的神学院的课程呢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开的课在传统的神学院我们都是学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饭桌的理念啊 就是四通八达 也就是汇集五湖四海的人和观念 那好陈牧师 我们公共神学这课上一次已经做了一些简介 接下来陈牧师你就继续带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基础 叫做教会历史中的公共神学 首先我们定义什么叫公共神学 就是定义的是基督徒在公共领域当中为主做的见证 信仰的言说 还有神学思想的流传 那在教会历史当中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基础 很多时候一讲到教会历史有两个极端 第一我们就讲到一个好像是没有历史背景的抽象神学 那这个很多时候都是在神学院里面会上的课 因为我们注重就是这个神学信仰 特别是早期的基督论三议论 怎么样在历史当中 还有透过教父们大公会议当中来制定 但这个讲法的确有危险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很注重这些的神学 它的概念 什么叫三位 什么叫一体 什么叫做基督的神人二性 我们甚至可能连尼西亚这个城市在哪里 我们都不会讲的 我们也不会讨论 到底当天有多少位主教去出席 跟康斯坦丁大帝一同来召开 尼西亚大公会议 因为我们注重的是神学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过分强调历史的触景 而忽略了信仰的承传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教会历史了 很多时候以仔细到可能是研究 不同时期 不同时代 在欧洲 或者在中亚一带 基督徒的人口分布 教会的发展 有什么主要的人物 主要的城市和地点 年份 那这些历史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需要 这样历史好像有经纬两度 我们不单是重视随之的方向 我们也要重视它横前面的方向 因此公共神学就很有意义了 因为它主要探讨的 不只是抽象的神学思维 它也不是单单只看 很多历史的细节 它要将两者整合为一 譬如今天我们分开两个重要的分题 第一 我们就要讨论到 早期基督教会的形成和流传 我们就特别要去讨论到 在早期的基督徒 他们是由哪一些的种族 国族所组成 语言是有什么背景 跟着怎么样产生了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与当时候罗马帝国的文化 彼此的能够有交捧 有流传 第二 我们就讨论到 在早期教会之后 大致上是从早期的一到三世纪 跟着呢 下来的大概是六到九世纪 这两个大的板块 我们就叫做古代 就是早期一到三世纪 跟着之后的 我们叫古典时代 从古代到古典时代 它的发展 我们还没有进到中世纪 中世纪是我们下一次节目要做的 所以我们就要很注重 这两个时代 到底有什么的重点 因此一开始 我要介绍早期的基督教 我们就一定要提出 早期基督教的四代的基督徒 这个很重要 其实这个观点呢 很多人叫做 以社会学的角度 来看圣经和研究教会历史 其实也不只是 不过的确在过去 这几十年来呢 在西方的神学院里面 有很多老师 他们开始重视社会学的角度 从社会学来看 早期基督教 我们很明显 可以发现有四代的基督徒 第一代 就是这些本土的犹太人 好像彼得 好像雅各 他们一辈子都留在耶路撒冷 虽然按照传说 彼得是在罗马殉道的 而这些本土的犹太人 经常就产生了 后来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 与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了 争论点就是要不要守隔离 于是这个就去到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有耶路撒冷大会 那这些大家如果是同工们 对圣经很熟悉的 都会知道这个背景 第二代的基督徒呢 就是保罗了 保罗呢是一个西里尼化的犹太人 他身在大树 是地中海原岸 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个城市 他自小 他就是受了希腊的教育 他也有犹太人的传统 加上他是罗马人 所以他懂得罗马的赖丁语 所以他是三语的人物 希伯来语 希腊语 跟赖丁语 我们相信连基督 耶稣本人 都是懂三种的语言 特别是犹太人 在当时日常生活里面 他们是讲亚兰语的 所以前几年呢 在伊莱克一带有战争 他们有一个村庄 很多的人类学家 相信这个村庄里面的人的口语呢 是最纯正的 竭尽公元前后 基督时代的亚兰语的 这个村庄 这个民族 所以他们都拼命的 要保存这个小村庄 因为他们希望将这个亚兰语 能够保存下来 所以当时候的人呢 都是多语文 就好像现在 全世界很多双语文化的人呢 还有在亚洲 很多的国家 都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方言 本土的语言 所以这个保罗 我们都很熟悉的 但第三种的人呢 是比较少见的 圣经里面 几乎唯一的例子 就是提摩泰了 提摩泰的父亲是希腊人 妈妈是犹太人 而到了近代呢 很多犹太教 都是很强调 犹太人的血统 是从母系 从母亲来算的 所以提摩泰可以算是犹太人 但是提摩泰爸爸是希腊人呢 按照我们今天 现代的观点呢 我们可以算他是希腊人 因为很多时候 现代来讲呢 种族呢 是从父亲来算的 所以提摩泰就变成了 一个犹太化的希腊人了 这个是很少的 他爸爸是希腊人 那他虽然受了母亲的影响 所以保罗在提摩泰书信里面 也说他从母亲那里 接受了纯正的信仰 结果呢 提摩泰后来就产生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问题 就是到底提摩泰要不要受隔离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传到里面的 一个小的风波 那提摩泰就代表了这种 是希腊人要规划犹太人 那这个是很少了 当时的潮流呢 是犹太人要希腊化 就好像保罗一样 那从这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全球的发展呢 就大部分的基督徒呢 都生在一种双语文化 不管是在英美啊 或者欧洲啊 如果有中国人的话 多半他们的孩子们 从小就讲英语 或者欧洲的语言 那虽然他们可能还是会 跟父母学中文的 但是很多孩子结果长大呢 他们都最多能够讲 你要他能够看了 已经很难了 哇怎么看四书五经 或者看菜馆里面的菜单都很难了 所以他的菜单要有图片 那能够写呢就更难了 怎么样写书法呢 怎么样将李百都普的诗 写书法出来呢 哇这个就很难了 所以这个呢双语文化呢 就产生了好像我们所讲的ABC啊 就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啊 加拿大叫CBC啊 这个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裔啊 还有欧洲各地 那这种双语文化呢 我们发觉呢 固然做父母的就压力很大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照顾孩子 又要学中文 也要讲英语 但是他们在实际的个人工作上面 特别在教会的福音事工上面 却是有很大的推动力 因为他们是双语的 他们经常能够能够结束 起码两种不同的群体 他们可以讲中文 又可以讲英文 所以当时候你都可以看见 保罗的宣教工作 上帝之所以护照保罗 因为他不是彼的 他就是懂西伯来语 但他却是能够向希腊人传福音 因此整个一世纪最大的挑战 宣教工作的挑战 公共神学的这个基地 这个空间就是犹太基督徒 第一代耶稣和使徒 全部是犹太人 犹太基督徒如何向希腊人传福音 所以你就需要有个中保了 这个中保是个双文化的人 就是保罗 他都将福音 因为马其顿的意象就带到欧洲 因此这个就是早期基督教最大的 一个发展 有时候甚至我们说是基督教的希腊化 当然基督教希腊化有利有弊 我们等于可以仔细再讲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是个 关键的人物 他也代表了当时候一大批这种希腊化的犹太人 他们成为宣教工作 还有公共神学的传承者 但是最厉害的是在数量上大量增加的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就是希腊化的希腊人 那这个很怪了 你说他既然是希腊人 希腊的人 他为什么还要希腊离化呢 这个长话短说了 很多人都说是罗马人征服了希腊的城邦 跟希腊的哲学 征服了罗马的文化 其实这两句话本身都可能有一点点语病的 第一 坦白来讲 罗马人固然是征服了希腊的城邦 但其实希腊人本身一早就内乱 他们有内战 还有很多天灾 有瘟疫 所以他们其实很早 他们已经大批的离开了希腊半岛 就半岛现在整个地中海原岸 还有很多小岛上面 他们一般离开希腊的母体 他们的文化就跟母体的文化有分别了 好像有些人旅游 就来到英国 美国 加拿大 他们就吃中餐 他说这个明明是湖南菜 为什么这个湖南菜 好像湖南味道不是很好 你就知道 这个中国菜到外国可能会变的味道 有些人喜欢 他吃惯了这种 在海外的中国菜 他可能就比起在中国吃的会不同 因此这一种的华人的文化 从食物到语言 它的确在全球化的促进和语境当中 明显是有不同 但这个是变化还是变质呢 这个见仁见智了 但是当时候就是了 希腊本土的雕像 如果大家看过来 都是好像木乃伊一样的 没有表情的 随直的 但结果在希腊海岛 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雕像 就是维纳斯的神像 现在存在罗佛宫 很多人都看过了 因为这个成为海豹 很多公司企业用来做 他们的商业的标志 那个维纳斯就完全不像 我们最传统古旧的希腊 没有表情的雕像 它好像一个法国的艺术饼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么美呢 这个叫做西里尼化了 西里尼化在地中海海岛一带 所产生出来的文化 跟希腊本土的文化责任不同 就好像你如果来美国 加拿大吃中餐馆 肯定这个味道会跟你在 你的本地是不同的 那这个叫西里尼文化 它是一种泛希腊化的 文化的结晶饼 但是它产生很大的威力 它就好像现在的市场经济一样 它懂得包装 它懂得营销 结果它就将整个希腊文化 就散布在整个地中海元岸 从亚里山大大地 差不多征服了当时候 地中海一带 有一个希腊的帝国 到后来这个西里尼文化 就是完全散布 从希腊一直散布到埃及 这个西里尼的 西里尼化的西里尼人 他们就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他们就是保罗传道的成果 他们就将基督教完全 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当然罗马人是用赖兵语的 但是西里尼化的西里尼基督徒 他们却不断地将这种原本的基督教的福音 到处来传管 因此就产生了所谓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整个公共神学在最早期的发展 起码有两个亮点 第一他们是透过双文化的人 来产生出来的信仰见证 在这里我们不是比谁好谁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原来在最早期的第一世纪 已经出现一种 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全球化的趋势了 就是基督教一直以来 它都不是一个私人的信仰的 它是要在一个很宏大的 一个语言文化交迫的环境当中 透过双文化的人来传讲 而且第二点 它是产生了一个文化的更新 真的可以说是更新的 对于西洋人来讲 本土的雅扁固然是很好 但是雅扁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正如对于犹太人讲 耶路撒冷是很好的 但耶路撒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犹太基督徒他们将福音来广传 他们也将犹太文化带到地中海一带 当时候的教会面对一个挑战 他们用一个问题来总结 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合肝 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 都困扰着我们很多的同工和教会 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问 到底纯正的福音信仰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当时候特别指的就是希腊哲学 就是用雅典来做代表 这个问题对彼得约翰雅各没有什么挑战 但是对于保罗就很重要 所以保罗他要用一种希腊的思维方式 希腊的语言来重新表达 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公共神学最关键的问题了 就是基督教与文化之间到底应该有什么关系 当然最好的答案不是两个极端的答案 第一个极端就是说没有关系 纯正的信仰是跟雅典的哲学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你就很可能错解了圣经了 其实圣经里面保罗虽然责备这种哲学是世间的小学 但是保罗叫人要将一切的思想的引力都要攻破 将人的心意夺回 保罗说我们要真知道神 而且保罗的书信当中经常出现一些希腊的关键的用语 好像一些美德的字 好像节制 这个就是希腊人很注重的一个美德 是个公民的美德 因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生存 是每个人都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包括掌权者 结果这个国才能够成为国 所以结果加拉太书圣灵果子最后是节制 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从这来讲我们可以看见 对于这个雅典和耶路撒冷和干 最极端的说没有关系 我相信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不同了 我们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级做基督的建筑 那第二个极端就是一个完全希腊化 完全哲学化的信仰 这个当然有问题 所以当时候的希腊教父们 他们都面对一个困难 因为有些人指责希腊教父 说他们有一个希腊主义 他们将基督教来过分的希腊化 在这里有两个新约的希腊字是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太初有道》 大家知道这个字我们用汉语来翻译 叫罗格斯 就是今天的逻辑这个字 另外一个就是遍布在整本圣经当中 从约翰到保罗都用的就是神圣的爱 这个叫阿嘎培 爱加倍这个爱 而这两个字真的都是在希腊语言当中 有它本来的意义的 但是结果一到了新约圣经 神选择用希腊语 在这里有两个看法了 到底希腊语是替代了希伯来语 还是取代了希伯来语 那我知道中文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但这里我是用英文来解释 这个替代它有个意思就是代替了 代替了之后就是不用的没用的 所以这个看法就是说 因为新约是希腊语 所以旧约的希伯来语不重要了 我们不需要理它了 我们甚至可以将它丢掉了 那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看法 取代或者是说是一个很去无存清的一个传承 我相信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希伯来语后来用希腊语的时候 这个希腊语它不是说有了希腊语 我们不要希伯来语不要旧约 乃是说我们更加的要将它沉寂下来 但是既然它是一个后来的语言 是神所拣选的 那明显它是有诱点 那希腊语跟希伯来语来比较最明显的 希腊语是一种哲理性的语言 它的名词很丰富 它用了大量的这种的名词来到今天我们还保留下来 好像存在啊 因果啊 这些都是希腊的用词 那我们中国的语文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哲理的语言 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有道啊 有这个因果啊 还有各种的很重要的名词 天啊 永恒啊 都表明了上帝在人类当中有很多普遍启示 所以从这来讲呢 这个答案我们相信绝对不是一个一面倒的希腊化 一个一面倒的过分的希腊化的基督教 当然会产生有偏差 所以当时的教父 他们自己内部都有争论 但是对外他们也要不断的做护教的工作 雅典与耶路上兰合肝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贯穿了一世纪到二世纪初 所以当时候的教父甚至不是叫教父 他们叫做护教士 变道士 他们呢没有一套很完整的思维 但他们主要的就是要向希腊人传福音 而且希腊人看新约圣经没有什么困难 虽然新约圣经的希腊语呢 是跟古代的希腊语不同 但他们看旧约就很困难了 所以当时候的护教士教父呢 比如有一个很有名叫尤斯丁 他们主要的就是要将旧约希腊化 因此在后来还有七十四一版呢 就是将整个旧约的希伯来语翻译做希腊语的圣经 所以当时候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尽可能的要将到旧约来灵异解经 犹太人他本身已经是很注重灵异解经的 所以当时候他们的早期的基督徒全部都是犹太人 这种犹太的基督徒呢 就很自然的用了这种灵异解经来解释旧约 比如对于希腊人来讲 这个摩西五经出埃及记是不可领域的 那根捉摩西五经里面讲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啊 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有什么意义呢 结果他们说啊这些的漂流就代表了人的灵尘 好像天路历程一样 我们的灵命如何在世上来进展 迈向天上的耶路撒兰 所以对于这个希腊人来讲 这个他们就能够明白 还有九月的线纪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说线纪是个灵异的意思 是在代表了每一个纪都是代表了对上帝的奉献和祷告 那他们就明白 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啊 我们可不可以灵异解经啊 那我说呢你先要找回你的希腊人啊 你要尽可能要将你的犹太的圣经来灵异化 那我们就觉得触景不同了 我们现在步道的对象呢 很多都是我们华人 那华人跟华人传福音没有什么需要灵异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注重了经文的意义啊 还有上下文的意义啊 要将圣经的真理表明出来 所以这个灵异解经呢 在一世纪二世纪是有很突突的背景 那你都可以看见呢 对于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来讲 怎么样将犹太教里面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的观念 将以赛亚书第53章能够对比于耶稣基督的生平 将以赛亚书7章9章讲到同女怀音生死 能够解释清楚就是生在马朝里面的基督 对于他们来讲呢 对犹太人来讲是莫大的重要 对希腊人来讲呢 也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信仰 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看见在一二世纪呢 这种公共神学的发展 当中呢已经有很多的 我们可以说是典范了 到今天呢我们都可以参考的 就是信仰的传承 而且这个很像一个翻译的过程呢 怎么样从一种的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的语言 能够使人家明白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公共信仰的生活 其中一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呢 我们有些语言呢是外面的人听不明白的 比如我们说弟兄姐妹交通 她以为你最近开车在高路上堵车 你为什么想交通 我们讲团契啊 还有呢我们 其实我们有些名词呢都在世俗的社会里面用了 我们说我们要有使命 今天很多大企业都有使命啊 我们要有异象啊 现在连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有异象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语言 但怎么样我们能够跟社会里面的群众 来用他们明白的语言 来表达我们这个上帝永恒不变的福音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公共神学经常需要的就是 基督徒有双语文化的背景和能力 需要我们在语言上 我们有一种翻译的技巧 能够将上帝的真理呢 从本来的西伯来 希腊的文化 还有这种西方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翻译成为了给我们现代 我们的邻居明白的语言 这个就是公共神学一开始很特别的典范 所以这个就是一到二世纪的一个大的图画了 那我就觉得呢 公共神学绝对不是说是我们现在才发明出来的 其实在圣经的时代 基督之后 这种早期的护教师的时代已经有了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公共神学绝对不是一种新的东西 是一种潮流 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根基和根据的 那陈牧师您刚才在讲到 一世纪二世纪 整个教会 早期基督徒 他们在传福音这上面的 和文化和福音之间的这种 怎么样融合和怎么样将福音推广出去 那实际上整体的目的 或者反过来讲 我们说就是从当时就已经有了公共神学 这样的一个 用今天的话说 它是公共神学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它整个的目的还是为了 将纯正的福音传出去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 那会不会恰恰就是因为 在初期教会希腊化 就是世俗化了 恰恰就是因为世俗化了 所以说今天教会就堕落成 就是世俗化的基督教了 所以好像这种世俗化 还有这种界限很难把握 是不是 是不是一过了 你就成世俗化了 这种堵我们 对 所以我就说了 我们其实现在面对的 我们曾经讲过其中一个课本 我们可以参考的 是美国的 尼查 尼布尔 有很多个尼布尔的 这个是尼查 尼布尔写的 基督语文化 而基督语文化里面 你可以看 其实这本书 他讲的人物当中 有很多都是早期的 比如这个尤斯丁 熏道士尤斯丁 大致上是公元一百年的人物 所以其实在早期丢教里面 有很多这种的信仰的流传 是可以成为我们现在的典范 那我相信以前的问题 现在还存在 以前的答案现在也有 所以这个两个极端 一就是你所讲的 叫做混合主义 或者妥协主义 就是人籍的教 就被世俗化了 就好像完全就跟这种 异教的文化 世俗的文化被他同化 而这个在尼查尼布尔的书里面 就是叫做 在文化中的基督了 这个基督已经不再是 那个超越的基督了 他被文化所同化 那这个当然是个错误的 选择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 在福音上留妥协 用保罗的话来讲 在加勒太书 如果这个福音是被扭曲的 这个福音是变直的 保罗就说了 那个传这个教的人 是可做可做的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 但第二个极端 就是要追求一个 最纯正清纯的基督教 没有经过玷污的 甚至要追求一个没有历史的 是个在历史之上之外的 一个好像真空一样的基督教 这个也是一个很高尚的口号 在历史历代都有 而且这些人喜欢用一些名词 叫做神秘 我有一种智慧 我是密传的 那这个是跟公共神学背道而驰的 我们在课本里面 经常叫这种叫做还原主义 因为它经常是以便盖权的 它就经常要求一个 是基督教之前的基督 它要找一个是没有基督教的基督 它是一个最纯正的教会 有人讲过吗 他说我要去找一个教会里面 全部都是天使的 那后来他们都讲笑话 说你千万不要去 你一去了 就好像在白天鹅 一个白猫身上 一个小的窗盈了 那个是谁 就是你咯 他本来都是天使的 你去到这个教会里面的 这个天使全部是白衣的天使 中间有个黑的人 就是你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种 是毫无瑕疵 毫无玷污的教会 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教会是需要不断的更新 甚至是改革或者归正 因此从这里来讲 我们真的要避免还原主义的口号 但这个口号太吸引人了 所以从古往今来 每个时代都有一种 要强调自己是 出污泥而不染 众人切对我都行 或者简单讲一句话 你们都错 只有我对 这个是很糟糕的 但我不会说只有中国基督徒 才有这个问题 我遇到一些犹太人 他们经常说 你们基督徒吵架 等你来了 我们这个会堂里面 一百人 有六十个都是律师 有三十个都是国会议员 你要不要吵架 你来看我们怎么吵架 所以结果 这个是不同宗教里面都有 但是无可否认 很注重理性的犹太教 很注重理性的基督教 我们特别勇于产生这一种 在理性上 神学上 和神学的立场 教育上面的纷争 所以我们真的要避免 这种不必要的内斗 我们要知道教会 是一胜大功的教会 我们绝对不能够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派 一个旁门 我们就以为我们是纯正的 其他的主流 全部都是同流合污的 这一种看法 很多时候在出境当中 不同的政治的环境 都很容易产生这种心态 偏安的心态 更多孤荒赐赏的心态 但是我们在讲 我很同情这种看法的人 但我很希望 他们要追随的 不是一个庞氏的基督教 而是一个大功的基督教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教会的信仰 所以这两个极端真的会产生 公共神学你讲的对 它经常一碰的就是 今天我们教会 也是最热门的题目 如何避免教会世俗化 但是教会要进入世界 这两者看起来矛盾的信念 却是每一代的基督徒 都要做的功课 如果没有做托了课 要补课 因为这个就是教会在世上的使命 用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 大祭司的导文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上 那我就求主你叫他们在世上 成圣 成为圣洁 成为我们的见证 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 而且每一代的人 他们给的答案都不同 因为每一代的人 都有他个别的处境 都有他不同的文化 我们就要面对这个文化的挑战 对 我觉得陈牧师刚才您说的 我听了特别感动和激动 就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 也有我们要面对的处境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 在这个处境里面 有时候可能因为看到世界 太败坏了 然后看到世俗太堕落了 然后我们就 甚至在教会里面 当然我们批评教会是最容易的 基督徒批评教会 简直是张嘴就来的 我们也能批评出教会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就乌方自赏 甚至自己创造出一套 跟大公教会没有关系 跟教会历史没有关系的一套理论 反而还高举成为 这是我独门发现的 这是我特别的属灵的眼光看到的 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 因为我是有看见主内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大公教会 可能是我们在讲这个公共神学里面 我们特别不断要强调的 就是您在上节课说的 公共神学它的根基是教会论 而教会论里面 我们最应该厘清的一个观念 就是大公教会的历史传承 就是是否遇到很多的 今天我们处境中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大公教会的传承里面 在它的这种丰富的资源里面去找 而不是要自己发明一些东西 对啊 就是我上次已经说过 整个公共神学是有两个很大的焦点 也是张力 第一就是公共对立的 就是私人私有化的信仰 第二就是公共神学 它是一个公开的信仰 而它相对的就是一个蜂蜜的信仰 这两个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历代教会 真的就是不单止 我们是要承传这个真理的信仰 为那一次教父我们的圣道来政变 并且呢连这个传承 我们真道的方式 也是我们要政变的 就说呢 我们这样传福音传道 我们不是叫人来单单入教 并且我们是说 啊你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很真的 真到一个地步 我们不能够跟人家讲的 你要偷偷的来 我们在暗中 你就进入我们这个日 我们这日门 这个很神秘的教 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就不出去的了 我们就跟世界断绝一些关系 四大皆空 我们这班人就是最神圣的了 我们就等待世界末日 为这个不能够的 基督教的信仰呢 是大公信仰 而这个公共等同大公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小心过 这个大公信仰 其实这个字也是被人所扭曲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以为大公教会就是大教会 那的确是 特别在欧洲 很多时候瑞典 全部都是路德中的 德国也是 英国就是英国国家教会 那这个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呢 在这些的所谓国家教会里面 真的很多都不是真正的麦子 很多山羊 很少绵羊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小心了 我们不要将公共神学 完全等同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 这些大型的国家教会 主流的教会 因为他们当中也是 很多是有偏差的 因此呢 我们固然 我们要注重历史上面 完全合乎正道的 正统的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 你叫它大公信仰也好 叫它正统信仰也好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 但我们人数可能是小群的 不要紧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产生 一个不必要的资联 更多变成一个资大的 一个心态 啊我们这么小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厉害啊 我们是求真了 所以我们就真到一个地步呢 其他人都真我们了 所以他们 我们越小越证明 我们是真的 是正统的 我也不能够 这个逻辑上没有关联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真的要小心 不要将我们的信仰呢 变成一个私人的 一个私有的信仰 而不要将我们的信仰呢 过分神秘化 变成了一种神秘的 蜂蜜的系统 我们的大公 我们的公共神学啊 它public 啊这个公众 它第一个意思 它一定是公众的 它不是私有的 第二个意义呢 它是public 就是说呢 它一定是一个open 它是一个开放的 它是面对世界的 好像主基督的导文 多么感动我们了 我不求叫你们 叫他们离开四藏 他们不熟这个世界 我们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拆他们到四藏 为这个经文呢 充满了这种意义啊 但是结果呢 基督的群众是少群啊 是少数的 而且他们很勇敢的 为主教见证 到今天呢 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 都要解释 到底基督教怎么样 传遍了罗马帝国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约多历史的资料 我们约 这是惊讶于基督教 竟然产生这么大信仰的见证 最早的基督徒 后来他们一辈 接纳成为一个公开的信仰 就是康治塔尼大帝 所下的米兰玉令啊 其实它不是成为国教啊 它是成为一个 大家所谓的公众的信仰 但是马上产生 不是 我们差不多停到这吧 好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 其实上的时间挺长 我们每一节课 大概就40分钟左右 但是呢 我们里面集中的这个信息 是需要我们花 很长的时间消化的 当然 我们的课程还会继续 所以呢 陈牧师 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或者 你什么 shovel的意思 汇都